最重要就改这个 叫Table Destination 那改的方式特别注意 它原来的写法有点像是 用这种方式 哪一个工作表的哪一个范围 那不过特别注意 那个什么R1 C1 这个是它内部给机器看的 我们如果用人工来看 其实看得太辛苦 所以不然你就可以把它改成好 如果你不喜欢这种写法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改成什么 A1冒号到好像L2500 类似这样的写法 其实翻过来的话 如果它内部的东西 其实就是写成这样子 什么R1 C1 意思是说从开始点 R的话是向下 就是一列 R是列 C是column一栏 其实就A1的意思 当然这地方R2500 意思是说向下2500 就列 先列 再栏 栏12 C的话 等于是这个是L L2500 你也可以把它改一下 两种写法 只是说 我不太建议你去了解什么 R C 因为这种写法 我自己都看了头一脑上的 但有些书籍里面是叫人家这样写 这样写我觉得太辛苦了 光转就想半天了 所以它的表达方式你可以用R1 C1的这种类似写法 或者你可以改成我刚刚的方法 或者你可以改成这种写法 如果你要把这边改成这种写法的话 那其实应该会改吧 就是类似的写法 你可以把这边假如你要把它拿掉的话 那你就是把它改成什么 Shits 刮壶 然后就放在这边 Shits刮壶 然后呢 后刮壶 这边要双引号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把它改成什么呢 点Range 有没有所以后面的话就点Range 然后给它一个范围 然后它是A1 到L25 这样就可以了 L25 未来这个数字如果会向下改变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我们之前向下追踪的 比如增加一个R的变数 这个地方其实很多录制聚集 它其实原理原则都一样 所以你如果不了解VBA里面的那个 序值物件跟Range物件的话 你说真的你改 你可能没办法改得出你要的结果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用法 至于其他的话 应该就差不多 反正改慢慢你了解一下 里面到底做了什么动作 自己再加上注解 应该就没问题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录制一个short detail 我讲过了 其实你最后点slate跟selection 这个可以拿掉 也很多录制聚集完一定也会有点slate 然后会产生一个selection 你就把它拿掉了 反正就是两行可以变一行 保证是不会有问题的 只是说你可能这地方要知道把程式再做个简化 接下来的话就是要让它把它合并在里面 所以这边我有把第一个工作表 产生的工作表叫苏年 所以我程式里面好像有直接就做这件事 就是在add的后面加一行 叫什么呢 叫active sheets.name 其实这边你也可以 active sheets 这个 你也可以改成 因为它产生一定产生在第一个 所以你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sheets1.name 等于樞纽 不过似乎用active这个还比较好 因为你只要add 它的游标一定是放在目前的这个工作表上面 所以你就直接用active sheet 这样会比较好表达 它的name就叫樞纽 OK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怎么样 就是第一个动作我希望 就是把它做成像这样子 然后底下有个删除 删除工作表 删除工作表应该会写 我先多一个 删除工作表 不过删除工作表跟刚刚那个又有点不太一样 怎么说呢 因为我产生的是从前面 有没有 那我们刚刚是在后面 所以前面是什么呢 前面是从最后一个shade.count 到第三个对不对 现在的话可能你就要从第几个 第六个到第一个 也是step-1 但你会想说老师 那如果以后我不一定是六个 有没有 所以我删除的话 我这边 第六个到第一个 一样step-1 然后一样是删掉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将来你不止六个 可是你三一例是指留两个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你可以这个六可以改成什么 一样用什么 shade.count 減掉多少呢 shade.count 6到1 ok 如果未来呢前面多或少 他会自己去调整 反正只有一定只删掉 剩两个一个是总表 一个是枢纽分析表 ok应该没问题 所以这样我执行看看 对没问题 未来如果增加的话呢 那也是一样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再把它分割出去 可是问题来了 它里面的工作表都没有命名 那如果我希望呢 他能够一边跳出来 然后呢一边呢就帮我重新命名的话 那我可以把这个复制到底下 然后呢改哪个地方呢 基本上因为我要抓什么 抓它的name 所以呢那个name的名称 我前面多增加一个所谓的n的变数 那怎么去抓那个枢纽分析里面的名字 因为我刚刚不是资料 shade.count 是在这边点 那我的名称是在前面是a栏 所以呢我可以怎么样呢 同一列的a栏 同一列的a栏是这样叙述 同一列在这里 的a栏 怎么样 那就取得什么呢 前面的这个名称叫菜头 那我把这个名称怎么样 把它丢到这个n里面去 那一样是show detail 跳出去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可以把它重新命 那重新命怎么命名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嘛 你跳出来了嘛 对不对 那你就是active 的那个工作表 目前正被使用那个工作表 不用加s 应该只会一个 active active sheet 它的名称.name 等于什么呢 等于n就好了 这样就ok了 我们来试一下 那可以懂那个意思 程式应该都很简单 就是一边 一边抓名称 有没有 小张老王 但是他好像会 我看从那个 从樞纽 菜头 但是他抓方向 当然就是先放后 就一直放就对了 所以你会发现他 第一个一定在前面 ok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已经把这些都ok了 那还有哪一些呢 还有另外就是说 那我要怎么样把 这个里面的 这个叫筛选嘛 我们前面讲过 就是selection.auto filter 多一行而已 如果不会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那一样录制聚集嘛 比如说你把它按下来 他那一行他就出现了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 我如果希望把什么 把这个里面的效果 所以按设计里面有一个什么 设计里面就是有一个 就是颜色 把它变成5哦 那你也知道吗 把它录制下来 所以录两个东西 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资料里面录制 录完之后的话呢 再把这两行的结果 把它加到底下 有没有 所以录下来 如果取消筛选 就是rangeA1.auto filter 其实你可以看前面 我们讲过了 那另外的话呢 要把它清除的话 不过你会发现录完之后 录这个颜色的部分 你会发现 然后录完 我把它录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聚集3好了 如果把这个改成没有的话 OK 然后把那个开发人员停止录制 那这边看到的是 第三个编辑一下 它这边有没有 它的名称叫这个 表格67 的table style 等于没有 可是问题来了 以后 你不是每一样的问题 不是每个都叫 那个表格67 所以你把这一行如果贴到城市里面跑的话 你会发现 它一定会挂掉给你看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假设 我把它改成这样子 那一样先把旧的删掉 对不对 然后你就想说表格67 试试看 执行 它就出现这个 它会跟你讲说 它超出 它找不到这个东西 那怎么办呢 其实 这个就是叫list object 就是里面 它帮你弄一个那个表格的物件 那个表格物件里面的话 其实你要不就是用哪一个的名称 另外有一个方法跟那个序值物件一样 你除了用名称双引号之外 还可以跟他讲第几个 一的话是第一个 二的话是第二个 因为里面只有一个 有没有 一个表格的物件 那只会是那一个 所以后来我想 那干脆改一就好了 OK 改一就会不会OK呢 你会发现一定OK 因为里面呢 不就叫他的名字 不就叫他的号码 比如说一号 他的名字你不知道 一号他也会举手 对不对 OK 这样的话就全部执行 那你会发现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怎么样 把里面的那个筛选去掉 并且把格式全部都恢复了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我就是把刚刚的部分再延伸 再加上就是重新命名 并且呢 再把它里面的格式 一些不需要的东西 那把它去掉 那我们就完成我们要的这个结果 最后顶多是 如果你要把那个位置做重新排列的话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做那个位置的排 重新排 其实这个重新排列 后面也会讲到 其实关键就是一个move的方法 然后move到前面还是后面 有个absor或before 你要告诉他move到哪一个的前面 或者move到哪一个的后面 就可以重新排列 就完成类似像这一题 那当然呢 我们这边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开头 那如果说你将来要统计的 比如说枢纽 其实你这边还可以延伸几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说 枢纽分析表也可以自动产生 比如说我今天要产生好几个 自动产生像刚刚那样的架构的话 也一样可以跑个回圈 它也会自动帮我 做出我要的枢纽分析 然后再show detail 也可以自动产生你要的那些工作表 那请各位这个部分试一下